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让你模糊了季节的界限 甚至会忘了自己身处高原 初夏 巴拉格宗山上的杜鹃 正在成片地盛开 杜鹃是云南的三大名花之一 它们只生长于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冷湿地带 与此同时 成从生长的仙人掌 也爬满了巴拉格宗山下的山坡 仙人掌是原产于热带亚热带的植物 常生长于干旱地区的干燥环境下 这两种本来毫不相干的物种 在巴拉格宗却能神奇相遇 格宗雪山是巴拉格宗的最高点 海拔超过五千五百米 而巴拉格宗的最低点 港区河谷 海拔只有两千米 正因为有如此大的海拔落差 使巴拉格宗形成了 一山看似济 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和自然景观 远眺巴拉格宗 就像凌空打开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立体画卷 从最高处白雪矮矮的雪山 一直往下 到最低处霹律挂翠的峡谷 不同的海拔呈现出不同的气候带 以及不同的植物物种 巴拉格宗的峡谷幽深 奔腾不息的港区河穿过峡谷 汇入金沙江 正因为受到金沙江干热河谷气候带的影响 所以巴拉格宗才会有仙人掌出现 在险峻的峡谷深处 还生长着成片的山棕榷 这种只存在于炎热和低海拔地域的植物 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呢 虽然天气凉爽舒适 但走进幽深的峡谷 很快就能感受到潮湿 温热 雨水也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仿佛有一个单独的空调开关 控制着这里冷热干湿不同的小气候 喜欢温暖湿润气候的棕榈出现在这里 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拉格宗大峡谷 作为横断山脉切割最深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地质结构复杂 就像一个露天的地质博物馆 可以看到多种地层出路 包括褶躯 断层等多样的构造特征 巴拉格宗在藏域里 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这里纯净而又和谐 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高山峡谷景观 还有更多植物的奥秘 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是什么意义的啊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